然后我在那边 几次遇到台湾人 他们是我的同学 我马上就喜欢他们了 他们对自己的繁奇字真的很自豪 我这样才发现了繁奇字的存在 觉得有一天我看见鸟这个繁奇字 我才发现 我竟然能看见他的眼睛 翅膀和机关 当时我就决定开始学习繁奇字 Ukari Go 我研究了很多语言 没有异国语言 可以跟中文的文字系统媲美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回来韦洪的房间 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迷恋 最欣赏中文的人 简单来说 我的中文是13岁的时候 在巴黎学校被欺负的时候 主动开始自学的 所以亲切的内容应该会比较感染吧 13岁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需要学习中文 我是一个很不容易欣赏东西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对你们文化的赞美 你们会相信是完全诚意的 我亲切的任务 也是让你们多了解 日爱这两个字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有多么重要 我是2019年第一次来台湾的 来了两个礼拜 在那时候我的中文程度跟 亲切的程度已经差不多了 每天在外面会被问 你到底是不是昏显 你住了台湾多久 但不敢相信我的中文是自学的 所以我跟大家再讲一次 我以前华语协同也没有 然后我的家人都不会讲中文 我又不是在台湾长大的 13岁的我是一个多么有自信的男生 我的兴趣跟其他男生的兴趣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只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我的家比较是一个女生的环境 所以我说话的样子比较不像其他男生的样子 我的脑海里还是充满了很道理的回忆 我爱上了中文之后 我终于变成了一个有自信的男生 我一开始自学中文 马上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坚强了 我觉得你们还是不懂自学中文 跟我自己的自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来解释一下 我对中文产生了一个很浓厚的兴趣 我真的没想到汉字的精髓 数字深奥 都能帮我忘记我在学校所熬的事情 我计算是上马上的小时 我计算是上当时的迹象 它是太多的大人 我计算是上午来 我计算是下午以后 我的黑幕的卫人 我计算是在白色的 我计算的 我计算是在黑色中文 在黑色中文 在这时的白色中文 你会给你做什么 我计算的 我计算是要做的 我计算是一个长期的 我计算是评算是想要让你长期待 我计算是想要想的 我计算是想要做一个广大 我计算是想要做什么 我计算是想要的 跟一些人的拍攝 你不太想到,你不太想到,你不太想到它太棒了 因为你最想到的唯一是学习英语 你很激烈,你很浪漫 我太厉害了你,因为我认识是很难的 然后我自己发现了 学习中文,精统中文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用心 一个很厉害的挑战,是不是? 那为什么我对中文的热爱比大家还夸张 因为我早就认为,会中文的人,特别是会反体字的人 都是文化的小英雄,我真的是这么觉得 我研究了很多语言 没有异国语言,可以跟中文的文字系统媲美 超级漂亮,超级精致,我真的变疯了 所以眼老出乡了 不仅懂中文,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们应该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我觉得真的很迷人 我真的很彻底的爱上了 中文,特别是繁体中文 跟其他语言不一样,好不好? 这个文字系统,在我心中是世界上最高级的系统 我怎么决定了要开始自学繁体中文 因为我学了五年的日文 去过东京学习日文很多次 然后我在那边几次遇到台湾人 他们是我的同学 我马上就喜欢他们了 他们对自己的繁体字真的很自豪 我这样才发现了繁体字的存在 他们都有给我介绍一下 我马上就要爱上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鸟这个繁体字 我才发现 我竟然能看见它的眼睛 翅膀和机关 当时我就决定开始学习繁体字 我知道要学繁体字和中文可以去台湾 所以我2019年跟爸妈借钱来台湾两个礼拜 每天都在路上看繁体字 好爽 繁体字的精髓真的很深奥 我的名字也是自己取的 我的胃是共中的胖门 哄的翻音再发完小见 而且我真的很爱那只鸟 汉子的外貌也有一种无限的魅力 除了我们之外 谁会这样存续一个来历 这么丰富的文字系统呢 你跟我讲 中文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语言发明 好不好 很多外国人无法学习中文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敢在外面练习中文 You have to speak people 要不然你没办法心同 欢迎大家 这边所有的国中 虽然有很多不好的回忆 但是我还是觉得 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法国建筑物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中国餐厅 我小时候会很经常来这里 练习中文 我们一起去吧 OK 大家 我们到了 最重要的建议 如果你因为声调不对 被老板笑的话 你千万不要放弃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然后有一份这个 泰式鸡肉 然后还有一个酸辣糖 也有没有吃鸡肉 吃一块 吃一块 我接着来这里是什么时候 好像你是读这个初中的时候 2012年吧 那你觉得我中文装的如何吗 那时候不怎么样 那时候不怎么样 被我笑了 被我笑了 被你笑了 多说话了 也被我说了 我记得 但是我又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被笑的话 也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这个是 学习中文博装的一部分 要被你们笑 我也被你笑了 我们是法 我也是一样的 真的假的 都有的 我没有笑你 是吗 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说的已经很好了 你自己讲 被人笑了 你还会更努力 对 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式 你可以打恋爱 我有一个来自温州的前任 还有一个来自台北的前任 我学到很多东西 最后你可以用中文来吵架 我为什么开始自学注音呢 我真的不是那种 使用罗马拼音的手 我当然觉得注音很难 注音键盘上的符号 比罗马拼音字母更多 所以很多字 你用注音可以带得更快 而且我是一个 很没有时间的人 回大家的留言 我觉得还好我在用注音 要不然我真的没办法回大家 要花太久时间了 注音超快的很厉害 我一来台湾 马上就把罗马拼音的键盘删除了 当然一开始 觉得用注音很难 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来的 而且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 注音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帅 我很喜欢 然后我很骄傲的 而且我在法国上课的时候 我经常会感到很无聊 无论老实实在讲什么语言 我写的课程 都是用翻译中文的 这样比较有挑战 我比较不会无聊 当然了 所有的同学都会觉得我很奇怪 但是我真的不管 这样我可以练习一下 翻译中文的能力 还有写繁体字的能力 但是我有点害羞 不想给你们看 这样的节目 大家可以看看 replication 我太喜欢我 了 继续 这常语这个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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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